8月11日星期五的经济日历并无多少内容 但美元交易者可能要进行调整 因为美国方面将发布一些重要数据 格林尼治时间早上6点钟 德国方面会有一些数据发布 即7月份德国最终消费物价指数 预计消费者物价将同比上涨1.7%高于市场预期 是4月份以来最高的通胀率 而增长主要是受能源价格上涨的推动 同一时间还将发布德国批发价格指数 6月份该指数曾经从5月份令人失望的 负0.7%水平回涨至0% 45分钟之后将发布7月份法国最终消费者物价指数 预计该月的指数年率增长会维持在0.7% 这将与前一个月创下的6个月低位数据持平 法国食品、能源和服务消费价格上涨 但制造业产品价格下滑 则继续会打压着该指数 美元交易者需要密切关注的是 将于中午12点30分发布的7月份美国通货膨胀 2017年6月份消费价格曾同比上涨1.6% 为2016年10月份以来的最低增幅 而这主要是由于汽油价格下滑导致的 我是齐阿斯哈利尔 以上内容是周五的《经节之力》 明天将为您播报下周一的重要内容 敬请关注 再见 or on Monday See you th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